在進場前原本有個高低落差的配線槽 已經裝上一塊有木板做成的小斜坡 讓不少老人家經過的時候都可以很安心 這樣子對我們老人家真的很好 感謝他辛苦 這一個讓老人家安心的工程 其實是在廉價期間有得力幫手加速趕工 木工師傅測量木板長度 馬上進行裁切工作 一整塊完整斜坡半小時內就完成 整項工程的發起人其實是他 三明區風雨里的正名熱血里長施打疫苗前一天 接到要請人幫忙做協波的通知 只好聯絡熟識的木工師傅 他也沒有想到對方會爽快答應他的不情之情 讓人家很感動 見面里長也親自全程陪同鄉里列的老人家 搭上疫苗熱血計程車到巨蛋打疫苗 雖然微小的斜坡可能不太起眼 卻是疫苗施打過程中重要的一顆螺絲 307位出售樣旅程也很高雄報導